另外再带你来关心的是 花莲县新城乡三名的海童 假日结伴外出 没想到是来到了新城乡的海边游玩 不知道什么原因 11岁的周姓男童落海 而13岁的李姓男童 健壮之后也下海救援 那么暗巡大队在接获报案之后 赶紧派人员进行救援 那么截至到目前为止 花莲第六海巡队 已经救起了11岁的周姓男童 另外13岁的李姓男童 仍在搜寻当中 新城乡有三名孩童 在假日是接班外出 没想到竟是来到了新城的海边 较小的孩童落水之后 另一位学长下水要去救援落水者 第三名孩童是赶紧跑回家 跟家长求救 接近中午时 漂浮在海面上较小的孩童 已救起送医 另一位学长目前仍是下落不明 在今天1145分时 接获118报案 在家湾海域 有两名同学失足落水 那海巡艇到达现场之后 成功将一名漂浮的同学 成功救援 那目前还有一名同学失联 失踪 那现在在搜索当中 现在海面上有巡航艇 跟空枕机来回 直接按计人员 实施搜索当中 海巡及消防人员 目前仍在进行搜救当中 记得临界行程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